所以你這次新造型 最緊身 然後MV有複製 你就緊身這個啦 盧廣仲提及堪比同院 揚言脫衣演唱 判存活久見 盧廣仲發行最新創作專輯 李菊潤 如果OK的話 我們準備先把我們的道具收一下 可以嗎 好 都可以 來 我這個麥克風小心一下 來 你這邊 好 感謝感謝 好 來 我們回到來 可以各位介紹我們今天的 老師說電影主題曲 在先前爆出抄襲瘋破 他首度獻聲回應 我覺得像這種 這樣子的指控 我覺得對於 那幾位創作人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很傷心 會覺得不捨 但是那個寫歌 對 他就 家旺他們就是也很勵志 他們就那 那就再多寫幾首歌 跟大家證明 對 我們是真的 可以寫出好作品 人生很長嘛 你不可能因為一次的失敗 然後你人生就結束 因為你會有 你可以用一聲證明自己 但是廣眾在熱心上 有許多新的常識 所以你是不是心造型 有些緊身衣 然後MVM 你說緊身衣這個嗎 對 所以你現在體脂肪 到底多少 體脂肪 我家沒有量體脂肪的機器 但我很久以前有量過 兩三年前有去健身房 那有什麼 去我房 但是我不知道 體脂肪久了 跟短片差不多 不是嗎 沒有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狀況 就是 沒有 沒有 沒有吧 那練那麼好 不會想要表演的時候 給粉絲一些成績 因為身為一個搖滾愛樂 搖滾的樂迷 我覺得 有生之年一定要 有一場演唱會在台上是 不穿紙 就是不穿上衣然後彈琴 會吧 有生之年大家應該 會看到我 就是 在台上不穿衣服 所以 我會排下一個附队 我希望大家可以活很久 然後這樣 我就可以 有很多機會可以 可以到達那樣的狀態 我老闆小虎也會叮我 他說 你說專輯 前年就要八九 還是要八九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你就是要把目標 定遠一點 因為你把這個目標定在月球 你才可以降落在星空 那你目標如果定在太近 就是說目標就是在你家屋頂 那你可能直接到達 衣櫃那邊而已 然後也就 就是你要把目標定遠一點 現在目標是到時候演唱會 對我上升後 只會露一看這樣子 露一看 不是啦就是 因為如果是明年的話 明年要這樣做的話 意思就是我可能 過完農曆年我就要開始 開始練 你覺得胖子 我是破了那麼久 無常 無常 好我努力一下